這兩款是最新推出的SEIKO PISSAGE STYLES 60系列 最新推出的兩個新顏色 都算是新款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留意 雖然它是PISSAGE系列 但其實它會相對SPOTTY一點 它算是百搭一點 又不是很全運動型 但又不是很斯文型 這兩隻會做了一個 也不是這兩隻 Style 60系列 本身都是偏小小的尺寸 它的標本直徑是39.5mm 它會復古回六七十年代的一款 它會做它的復古款 早前都是一款復古款式的系列 它是新顏色 它用了不鏽鋼的磨砂錶圈 不鏽鋼的磨砂外圈 搭配雙型玻璃 其實是一個微拱 也不算微拱 這是一個拱形玻璃 但中間是平面的 相對平面的 都可以的 但這些是 它是做回以前的復古款 以前是一些膠面 其實它是做回這樣的效果 當然它現在這隻 就叫做現代復刻版 所以就不會是 真的膠鏡來的 它是一個雙型的 雙型的 藍寶石水晶玻璃鏡 它是用4R35的機芯 Pisage 有些款是6R 有些款是4R 這款是4R 4R 有些朋友OK 有些朋友覺得6R就好些 但是呢 有一件事 一定要和大家要了解 4R和6R 會有一個很核心的分別 存在著 就是這個價錢 如果用6R的話 你就不要想著 它會很便宜 可以入手 但是如果這個 不用6R 用4R 它就可以 4字頭就搞定了 再加上我們優惠價那些 3字頭就搞定了 但是實際多少呢 麻煩大家去我們 各門市去查詢 網上電話都不會回覆你的 4,480公價 想拿最優惠價 麻煩大家去我們門市問 好 講回一些基礎資料 它做這個 4R35機芯 21,600轉動力 儲備 41個小時 偏差 正45-35 這個4R的一個 官方接受的 誤差程度 不是機芯一定會這樣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 50米的防水 屬於生活防水 因為它又不算是運動型手錶 雖然它的樣子 不是很斯文 不是很Sporty 但是它實際的結構 都是做50米的防水 只是在日常生活使用 大家要留意一下 它今次做了一個啡面太陽紋 看到它都會是時分針和黑度 都會做了一個黃色 有些復古感覺的一個夜光點 可以和大家看看 它的夜光是怎樣的 適時它是Pisache 它的夜光也不差 另外四字位和五字位中間 就會看到有一個圓形的日力槍 這款會在黑度上做了一些小功夫 你看到每一格的黑度 都是好像兩條箭咀 它的梯形是貼在一起的效果 所以折射率會比較多 看起來會比較閃 還有它的外圈 它的外圈 剛才看錯了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接觸的實物 它的外圈不是磨砂 剛才說錯了 這裡要更正 不好意思 它的外圈會做了一些 好像網格狀的花紋在不鏽鋼圈上 另外它的外圈的數字黑度 其實就會是一個 食黑了下去的黑色的塗料 它就不是這樣印上去的 所以其實這裡都會有些細節給大家 它的標扣就會做了按壓 一個實心的不鏽鋼扣 底蓋都會做透明玻璃底蓋給大家 還有一隻藍色的 它的藍色的顏色更漂亮 它會做一個寶石藍的太陽雲錶面 但它一樣時分針和黑度 照樣用了黃色的夜光塗料 都是做它的復古效果 上手給大家看一看 我未用我的尺度 但它的直徑是39.5mm的 脫位是46.1mm 脫位都是偏小的 都OK的 這個厚度是12.6mm 減少許 這個尺寸 其實它上手的脫位 雖然比起平時的四十多的標 差不多五十的脫位都是小的 但我覺得它搭配39.5mm的直徑 好像都會顯得沒有那麼小的 都還好 如果有些朋友想找小尺寸 但又不要去到什麼 37-38那麼小的話 這個尺寸都不錯 它的尺寸會不錯 是最有隻凍的 如果有個介紹的話 你會看一看